距俊叶真是太强大了 8月安排参加那么多场的DJ活动 竟然还参与了韩国艺术家联合展览 本次展出有希望楼梯系列 阴影楼梯 谈论人生中的光与影 另外还有金字塔系列 金字塔有着不为人知的谜语 距俊叶为何如此会管理时间 真是让人赞叹啊 由于8月7日就要参加台南式公益音乐会 聚军也早已回台 而且还抽空与从事艺术的朋友见面 在七夕情人节前一天 Fantasy潮牌主理人Rick带着聚军夜 去复兴南路的韩国料理店明洞馆用餐 同行者还有成果设计老板蒋有博 由于三人都是艺术设计者 也都有发行NFT 大家相谈甚欢 简直有聊不完的话题 整晚聊到欲罢不能 显见聚军夜真的很爱交朋友 也拥有好人员 如今在台湾也拥有自己的社交圈子 台湾似乎真的要成为聚军夜的第二故乡了 聚军夜不仅在韩国有一群干门 现在台湾也有一些异文界朋友了 还记得三个多月前聚军夜夫妇 第一次被拍到共同出席聚会吗 当时聚会人员之一就是 Fantasy潮牌主理人Rick 情人节前夕当天 歌手李维峰遇到聚军夜 也是很兴奋地与聚军夜共同合照 事后开心地在Instagram公开合照的贴文 网民询问为何会遇到聚军夜 李维峰说因为他本身也是蒋有博的朋友 李维峰还说聚军夜超级亲切 自己反而超害羞 从聚军夜与大S结婚以来 就充斥许多不时的报道 最近忽然又有大S怀孕的传闻 记者再度向S拉黄春梅女士求证 S拉否认怀孕的真实性 表示大S现阶段身体状况难以复合怀孕 目前还是以调养大S的身体最为重要 大S也曾说过在婚后不会生小孩 看来这说法目前仍然没有改变的迹象 8月7日星期天聚军夜参加 台南市公益音乐会的时间即将到来 大家是否准备好再度欣赏聚军夜的风采呢 之后聚军夜又要回韩国参加12号世界DJ音乐节 13号庆州音乐节 然后是台北8月27日S Toyota One泼水音乐节 S Toyota One泼水音乐节 可以说是台湾重量级的大型音乐活动 总共有四大舞台 80多位DJ与歌手 在8月27日28日 有如此多的国际百大排名DJ 与活跃歌手艺人参与 喜好音乐的朋友 可以借此机会吸收到各种不同风格的曲风 在绚丽的舞台灯光特效 与360度喷水系统助阵下 将会在参与者心中 留下一份美好愉快的记忆 我们除了恭贺聚军夜 参与如此多重要的音乐节 也期盼聚军夜能有适度的休息 以迎接更多的事业挑战 聚军夜即使事业与工作如此忙碌 在接受媒体访问时 仍然肯定地说 会以台湾为婚姻主要居住地 实在是一位种气良人啊 聚军夜说 想象着与大S相守在一起 然后看着大S头发逐渐变白 应该会更可爱吧 这段话语 闪报众人 成为永恒经典 两人相守一生 直到白发苍苍 这才是面对真爱的态度啊